在1970年,第五届图灵奖授予了詹姆斯·维尔金森 以表彰起的利用数值分析方法来促进高速计算机的应用方面的一些研究 这一期呢,我们就来讲他的故事 对科学家来说,这个我主要是讲科学家,而不是普通用户 对科学家来说,弹级计算机应用主要是有两个大的应用 第一个呢,叫数值应用 第二个呢,叫做非数值应用 这两个呢,都涵盖了非常非常多的不同的场景吧 在数值应用领域的话,我们可以想象一下 就是那些科学家利用计算机进行物理模拟啊 或者是天气预报呀 或者做一些我们不懂的东西啊 就涉及大量的数学方程嘛 以获得数值是那近市值 另一个例子,比如说华尔街那些金融大鳄 应该是做什么风险管理啊 或者定价模型的话 他们也应该算一些数值分析 用数字来计算的分析 还有另外一个非常重要的领域,叫非数值领域 就是 比如说社交媒体啊 他分析我们这个广告啊 我们喜欢看什么样的小妹子啊 或者是什么 利用这个计算计算法对这个海量的 用户进行分析 提供个性化的一些推荐内容 现在我们这个 app都这么做哈 还有比如说在医疗领域啊 然后不是现在说可以看这个片子吗 看你拍的CT 然后看到你有什么病 然后计算机辅助 然后辅助医生进行这个 诊断啊 或者是治疗方案 还有就是 这些人工智能 控制领域吧 也是一个啊 比如说我们工厂生产的时候啊 这个自动化系统 就监控要不要爆炸呀 电你这个电车 电池是不是有问题了 这些这些都算是非素质吧 非素质的一些参数 然后保证你这个汽车能够造出来 或者钢铁能够生产出来 就这些嘛 但还有一些更抽象的应用啊 比如说 纯数学的有一个自动定理证明 就我要证明一加一等一二或者推理 就是 这个也算是人工智能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方面 只是现在 它发展的太快了 它把大部分的定理 大部分人类会证的定理都证了 人类不会证了 他也不会证是吧 就是自动机证明 或者叫推理逻辑的一些结构 这些呢也有广泛的应用 总的来说就是说 这两大领域吧 我是说对这个 计算机 不能说普通人 你是普通人就 没讲法了嘛 就对这些 专业人士来说吧 就是 素质应用 还有非素质应用 各个领域嘛 就是在科学上 工程上 商业上 社会 各个方面都有这两个应用吧 但对普通用户来说 计算机 就是我们手机也计算机嘛 就聊个天啊 看个片 跟亲人约会啊 骗老公骗老婆 有些人整不利索 又被抓了是吧 这就是计算机干的最主要的事情 我就不讨论嘛 但非常非常重要 99.8%的人都干这件事情 都感觉是我们 无聊嘛 刷刷豆瓶什么的 不在这个节目讨论之中 只讨论就是接近科学的那一部分 接近科学家的那一部分 就数值运算与非数值运算 为什么会有这两个呢 就是在早期的计算机啊 它的局限性是非常大的 比如说它没有内存 最初的计算机 像N2可是没有内存的 像上上第二期吧 第二期我讲图灵讲的那 那计算机才刚刚有内存 而且那时候也没有显示器嘛 就是你不可能说 我这个有张照片 你显示在什么地方 你用纸袋打出来嘛 是没有显示器 因此早期的计算机的能力 还被局限在什么 就是执行算数运算上 计算炮弹的弹道啊 或者是什么东西 对于复杂的计算机的数学问题 比如说它肯定要解个方程吧 是不是 我们算弹道 你不可能告诉他 你给我算个弹道 他肯定有一些数学的方程 比如微分方程 或者其他非线性 或者线性的一些函数 这些对计算机来说 它是没有办法直接解决的 真的非常难 对尤其是我们知道那么个笨重的家伙 这就导致了什么 就是数值分析方法的兴起 就是我要算一个近似的 数值分析方法是什么 就是通过近似啊 迭代啊 或者数值逼近 来解决非常非常复杂的数学问题 比如说弹道 当天下雨 你要把这个雨 下雨的这个参数搞进去嘛 它并不是你高层上下多少雨 肯定有个比较复杂的数学公式 就是函数 要 就精心的算法吧 对这个 你肯定会有误差嘛 就float或者是达宝 就是精度肯定是有误差的 就是你要对这个计算机的数值误差 跟精度进行一些严格的控制 最终的结果不一定准确的 说死在了 你说你前去预报准确嘛 不一定的 在这就数值云算 在非数值应用的方面 同样也是要受到硬件的一些限制嘛 比如说早期的计算机 它没有办法囤大量的 存储容量是不行的 也没有很好的方法 去进行适当的字符表示 比如说你说你 尼亚克给我写个中文 它崩溃了 它没有办法 所以呢计算机 是没有办法进行文字处理啊 文本图像 这些非数值的 它也处理不了 比如说我就算有一张照片 也没有办法显示在电脑里 因为首先是 你一张照片的数据量 对电脑来说当时持的太大了 而且这个电脑也没有显示器 因此呢这个存储容量不足啊 你就没有办法有效的存储嘛 你这个CPU性能不够 然后你也没有办法进行大量的处理 直到就是制服 后来就是制服能够表示了 或者是赤盘存储器的出现 这个非数值运算 才慢慢的发展起来 所以说呢硬件的突破 这需要科学家来突破 就并不是说 我们现在能够用手机聊天去 干些什么事情 其实最主要的并不是这些 最主要的就是发给脱零点上的这些人 他如何做了一个突破 就是随着技术要提升嘛 使得就是计算机才能带我们这种 99.8%的人用来做无聊的事情嘛 也不能说无聊 因为99.8%的人确实 也做不了什么事情 我们确实做不了什么事情 你说给你个数学函数 我们看不懂 是不是真的是看不懂 你说你我们只会用个美元 但是你说美元背后的算法是什么 搞不懂 给你代码也看不懂 你说AI帮我看 也不一定能看得懂 他也只是瞎猜嘛 就是这些限制的话 因此就是 早期的计算机啊 就是说数值领域 就是说 发给这个 数值领域要突飞猛进的发展 然后引到了 就非数值领域 因此呢 就是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 这方面是最好的 就是说 非数值领域 或者是数值领域 这方面你要突破嘛 其中呢 这个1970年 就授予的第五届 这个图灵奖的获得者 就是这个数学家嘛 他是个数学家 他也不是什么东西 他还不是什么 接待机科学家 他是专门研究数学的 他也是就是 英国皇家 学会的一个院士 还是美国什么院士 都是很厉害 他是英文 他叫詹姆斯·维尔金森 他是1919年出生的 1986年去世的哈 我就来讲一下这个数学家的故事 就维尔金森是1919年9月27日 出生在英国的 叫肯特郡的斯特洛特 他的初等教育阶段 就是在伦敦东郊 罗切斯特一所著名的数学家 什么什么公爵 约瑟福威廉姆松爵士 创办了一个数学学校 就里面数学很厉害的 这个学校 我还查了一下他的官网 人家比较出名 据说是英国前50名的中学 可能是相当于什么 前50名的中国中学 也挺厉害的 是吧 大概相当于北京四中啊 或者是衡水中学这种级别的 我瞎猜的 可能人家看看人家那出的人 可能比这两个学校要好一点 而且英国那么小 英国他只有甘肃那么大 随后的话 他又进入了最富盛名的三一学院 这个就不用接受严格的教育嘛 就是由于他初中或者高中 这个中学 在这个罗切斯特这个数学学校 成绩太好了 因此呢 他就在16岁的时候 就获得了三一学院 就剑桥大学的三一学院的全额奖学金 因此 他是什么 被免试入学的 就是 没有考 这个学院 我觉得 剑桥的这个学院 就不用解释了 对出名的校友 大概都知道 纽顿 博尔 罗素 还有 这个这个 印度的那几任总理 什么干地啊 什么什么 还有新加坡的那那那几个人 什么李显龙啊 都是这个三一学院 像本次节目的这个主人 我拿了个图人奖 这个你去登上三一学院看出名校友 有没有 没有 为什么 因为比图人奖厉害的人太多了 光政治人物就就列出来什么 搞音乐的 搞什么的 反而你搞个图人奖 好像就不值得列出来 你知道哈 就是因为诺贝尔奖有五六十位 他也只列了多少位 诺贝尔奖获得着ABC等 因此呢 这个等图人职业不用写 就是太厉害了 是吧 这个学院 咱去不了是吧 据说呢 那个砸牛顿头的那颗苹果书 就在这个学院里 有趣的可以 留个言或者拍个照片给我看看 我在网搜了一下 我觉得那个书好小 你这 你这不大可能 不好说是吧 那打到打下来也也不疼是吧 或者牛顿这个打头这个事情 就是个故事 我我瞎猜的 在剑桥大学毕业的时候 就1939年 然后他就以一等荣誉学位的成绩 从这个剑桥大学毕业 当时他只有19岁 16岁去就19岁就毕业了 很厉害 然后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 如果大家听我这种古老故事的事情 你就会知道 这些伟大的科学家 因为他们确实都赶上了一个二战 因此呢 他们都要去研究什么武器 这个维尔金森也是 你去看所有图灵奖 或者早期的 都是要么残军 要么去打这个二战 他们他们不会上前线 他主要是研究炮弹呀雷达呀 也就是说你想想这个 希特勒或者是那些跟英美打的人 确实应该输是吗 你看这些这啥水平 他们这个市民又好 背后的科学家又好 都是这种等级级别的 你说你这日本是不是不行 日本可能就是 日本跟德国意大利 你看看他没有那么好的科学家 德国还强一点 像是日本什么的 就靠民族情绪干 你怎么可能打赢嘛 在维尔金森也是这样 你看去研究什么 军械研究所工作 致力于解决炮弹这个问题 因此呢他也就对这个计算机 他以前是数学 他对计算机数学产生那里 在那里工作的时候 还找了老婆是吧 女的数学家叫维亚 然后校友 两个人在1945年结为夫妻 然后终身伴侣 战后的话 赢了嘛 英国虽然打得比较惨 但是总归是赢了 这个詹姆斯·维尔金森就进入了英国国家物理实验室 叫National Physical Laboratory 就是NPL这个数学部 他一半时间 就是负责台式级这个研究工作 另一半时间 干什么 是图灵的助手 这个就比较厉害了 协助图灵设计计算机 ACE 这个英国的国家物理实验室 就是对著名的学术机构之一 就专门研究数学 或者是科学技术这一些 是整个机构的数学部门 因此 威尔金森是有机会 做各种各样的计算机相关的项目 对出名的可能就是 是图灵的助手 协助图灵设计这个ACE计算机 ACE叫什么 叫Automatic Computing Engine 就是这个计算机 是艾伦图灵领导的第一台计算机 他领导的第一台计算机 用来解决什么 数学和科学计算问题 你可以把它翻译 咱们可以把它翻译 叫自动计算引擎 它设计的就是电子串行存储的一个计算机 它也被称之为世界上第一台通用数字计算机 具有存储和运算能力 同志们 这个世界上第一台计算机有好多了 你可以把它不停的细分 第一台什么东西 第一台什么东西 反正有很多 但是我们知道它比较早就行了 我们不用比如说Eniac也这么称自己 然后Edwark也这么称自己 Edsac还这么称自己 ACE也这么称自己 包括那个ABC 那个第一台计算机也这么称自己 但是我们知道它确实比较早就可以了 你说是不是第一台 大家又不用掐的秒秒去 反正大家都是同期 差不多那个时候 就差不多要到处计算机来了 大家都在找 Ace 这是图灵呢 这个Ace的设计和实现是当时是非常创新的 每个计算机肯定都很创新嘛 当时那个年代 你比算盘肯定是创新 所以呢 就是 它奠定了非常重要的基础 然后维尔金森 他这个 是他助手吧 你想想你助手肯定是 建造过程中发挥了一些作用 这其实 是重要的作用 因为他是图灵的助手 你想想图灵去世了吗 后来 发图灵奖 我是他的助手 发过个奖还不正常是吧 我觉得图灵在世的话 应该也不反对 但是特别需要指出的是 图灵就是科学理论非常非常强 但是图灵造不出计算机来 图灵这个 ACE计算机 他没造出来 他也设计了很多 但是他的工程能力 实在是不怎么样 而且性格也不太好 所以呢 还经常给人发生冲突 后来图灵就走了嘛 就离开了国家 物理实验室 这个NPL之后 就有谁接受 就有这个 发奖的 本期第五届 这个人接受 他接受了ACE项目 威尔金森也就总结前面的经验嘛 为什么总结经验 我老板非要那样干 他也知道干不成 然后老板如果撂挑子不干了 那我来干 他就是 他取了两项措施 首先呢 他加强 他说你不能刚研究理论 主要还是工程小组联系 他把工程小组搞过来 因为图灵经常是 设计一个特别厉害 叫水银什么什么线 那工程组崩溃了 说我们设计不出来 图灵就是很崩溃 说这么简单的东西 你设计不出来 就跟那项目经理一样 实际上有些东西是做不出来的 以当时的技术做不出来 但是图灵说你 我不管 你给我做出来 那工程组说 也跟图灵的关系 并不是很好 但这个威尔金森不一样 他说你这个做不出来 咱们去 去那个什么了 就是说 我们不能够对峙 因为我们要做一个项目 你做不出来就提出来 咱们做一个简化版的是吧 他就说 做不出来就砍掉 做不出来就砍掉 就是说呢 如何快速的做出计算机来 以后再改 是不是 就选择就是ACE 咱不做了 做一个改个名字 叫Pilot ACE 就是简化版的 ACE 前面我也提到了 ACE实际上 图灵设计了800还是900 没有100可以成功的 但是这个这个人接手之后 马上就隔了一年 一年多 就就造出来了 ACE的设计 就是 从1955年 不是 他是Pilot ACE 就是这个简化版呢 就是1950年就造出来了 图灵一走就造出来了 但是你造出来了 小的是不是就慢慢的再造那个大的 我觉得这要符合 符合这个什么东西 就是我们再实现图灵那个 我现在有一个可以实现的 小步向前赶是不是 然后慢慢的去设计 慢慢的去 在1955年的时候接近 实现了 就五年之后嘛 又接近实现了图灵的那个设想 后来的话 但他不叫这个叫马赛克计算机 1955年开始运行的 叫马赛克计算机 还有就是Bendix G15 各种其他的计算机 都是这个 然后为什么 这个威尔金森人员非常好 他就跟工程组啊 加强沟通啊 合作 就是说 我不想我原来的老板 强迫你干涉事情 所以你必须给我做 没有是吧 他就放弃 就是大额权的计划 这个跟很多的 UNIX也是这样是吧 就是我大额权搞不定 就Multix我搞不定 我慢慢搞 先搞小的 就实验性的 先搞出一点可以运行的 我慢慢的 慢慢的加起来 因此呢 整个项目的开发过程 也就比较灵活跟高效 像这个图灵搞个 七八年八九年 没制出来 被人家两年 一年多制出来 是有 所以这个图灵 是有点那个啥 就是太完美主义了 图灵离开国家 死因死的时候 他设计的ACE 已经是第七 第八第九 版本了 其中就是卡在哪里 就是一个非常复杂的 水泥 不是水泥水泥 是水银延迟线的囤属器 需要使用两百根延迟线 而且其中不能够有那个什么 不能够有这个 干扰 两百根啊 那个技术团队说 我两百根搞不定嘛 他就是有延迟 你水银线两百根 我这搞不定 破零就 就是说你必须给我整出来 要不然不行 但这个威尔金森就比较好 说两百根搞不定 那你没能搞多少根 那人说我可以搞三十二根 好 那就搞三十二根 就这样 然后 但是人家说这个 我这个 搞搞搞到三十二根的话 我这个精度就不行了 这个是 这个威尔金森就说精度这个问题 我数学家是吧 我来搞 我来搞这个 他算了 他搞了一种什么 叫高师消除法 就是 八到十个方程还是可以搞的 但是呢 我通过数学算法 仍然可以达到 不能说达到两百根 是不是那个精度 反正我仍然可以达到 可用的一个精度 就是负责工程的这个人是谁 负责工程的这个人 后来也离开了这个 叫托马斯 托马斯小火车了 负责工程的托马斯 他确实叫托马斯 然后搞了一个 也离开了工程师 就是做这个水银延迟 存储器的这个 他这个 但是呢 新搞来了 是一个无线电工程师 就原来做水银的那个不太行 这个搞无线电的这个呢 他说我对脉冲也不懂 但这个威尔金森说 不懂就慢慢学 是不是 然后呢 就慢慢学 他们二战士 他俩是 叫什么 就研究什么 这是基带雷达 我看他自己的 他自己写的这都是 但我也不知道基带雷达是啥东西 他确实 查了这个单词 确实叫H2S 就是刘华清啊 H2S 刘华清 基带雷达系统的一个专家 他跟他的哥们是关系很好的 结果呢 就是一年之后啊 这个Pilot ACE 一亿就可以运行了 就三四二根 有什么东西 然后肯定是隆中的开放日嘛 然后就给大家看看 我这个计算机可以做什么 就是可以判断一个六位数 是不是数数 并且呢 给出 就你给我的任意六位数 我可以判断出 这个是不是数数 然后你给出 这个世界上任意一天 我给你找出 他的信息几来 还有说呢 物理的 他有一个 剑桥的 校友吧 物理学家 然后呢 可以说 模拟光啊 你说怎么模拟 我也不知道 反正他是说 我这个计算机可以跟踪 一大很多冷静 冷静项目 这个美国不有冷静项目 冷静之后的偏镇光 偏镇多好 多远 我可以算出 他确实 我不用实验了吗 就是比如说两米之后 这个偏镇光 会偏镇到什么地方 他可以算出来 就这个 大家就觉得 这个很厉害 是吧 但我觉得不厉害 是吧 就是当年是很厉害的 你说你算 给个日期算个星期几 现在我们每个人都可以吧 就是ACE的这个计算机成功 也就使得了这个 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吧 英国就出于世界领先水平吧 然后这个ACE计算机就是这个人生产的ACE就卖了三四十台 商业 商业名就不说了 他就给建桥大学研究了一个 就是我上一期 第二期讲的那个Edisac计算机 也是英国的 然后呢 他研究的是ACE这个计算机 就是 他不叫ACE 叫Pilot ACE ACE是这个图林讲的 然后 就是在那个年代 你想想 那个美国搞了什么 Aniac 然后Edisac还没搞出来 然后就一下子就平起平坐了嘛 第一台计算机 现在据说还存在于就是Pilot ACE 还存在于英国伦敦的什么什么地方 然后 威尔金森也后来经常接受一些采访吧 他在1984年的时候接受了他的采访 接受这个杂志的采访 说当年还怎么去造这个ACE计算机的诞生过程 网上随便找找 到处都有这个 其实我这个弄这个电台 我又不是什么 哎呀 我又没有什么 我只有一个搜索引擎说实在 我只是 我也是搜出来的 其实都他讲的 他是一个数学家 然后他的贡献主要还是什么 就数值分析零 就是我可以 就两本给那个什么什么 水银什么线的 然后因为会有误差嘛 然后但是能造出32概念 但是我用数学的方法可以 让他叫什么 向后误差分析法 然后呢 我可以把误差控制的一个可用的范围 就他这个工作就是这样 这就成了他提出的叫向后误差分析法 也就是现在怎么误差的理论 最基本的方法之一就是这样 比如说我只能稍微的解释一下 其实这个 其实这个我是懂一点的 就是我们做数学计算的时候 比如说加点称储 或者是四则运算 或者更复杂一点的数学运算 我们都要做一些 在计算机中都要做一些近视 因为计算机中 比如说float也好 或者是double也好 而且当年还没有float double 他只能 表现有限的数字 你知道吗 你说我小数点之后 你给我精确的 表示小数点以后200位 计算机很难做到 他没有办法去运算 非常难 这些近视呢 实际上会 跟我们要得到的那个真实的答案 是有些误差的 我们把它称之为什么 就是舍入误差 向后分析方法 就是以一些方法 就是我估算一下 这个舍入对我 最后的结果影响有多大 他是说呢 比如说我计算的话 我可能就算10步 或者是20步 每一步的都会有个误差 你每一步误差 有可能就是慢慢的 会把误差积累下来 好像是在在美国 不是伊拉克战争期间 不就是积累误差吗 那个爱国者系统 他就是运算运算30天之后 可能最后产生一个 零点几秒的误差 然后这个飞猫推导弹 飞过去 飞猫推导弹 你飞个两三马赫 你零点几秒钟 他飞好几十米 因此呢 一炮就把这个美国的兵 已经给炸了 本来是可以拦截的 为什么 他就有一个这种积累误差 每次都有一点误差 他的这个 但向后分析方法的话 就是我们不去计算 这个每一步的误差 因为首先没有必要 而且是很难 而是考虑最终的结果 和真实答案之间的误差 并试图 我们有没有办法去减小一点 十步之后我减小一点 但这只是一个非常简单的例子 就是每一步都会做一些近视 就修正一下 每一步做一些近视 修正一下 是不是就是最终呢 找出就是说 可以接受的那种误差 并不是完全精确的这个误差 就是向后 向后误差分析方法 就是做这个事情的 评估一下结果 评估一下这个误差 对比方我这个营房给炸了 炸不掉就可以 是不是 我们需要的并不是完全精确的命中 比如说你 命中和差不多 就是你不要 你不要把我兵营给炸了 就是这个样子 所以呢 这个非常重要 还有一点的话 比如说现在我们 谈论手机啊 或者是它的另一项成果 或者计算计算机电脑的时候 就会说什么 跑个分嘛 不服跑个分 像什么安兔兔啊 什么不都是跑分软件吗 跑到几十万分 一百多万分 第一个世界上 第一个跑分软件 就是维尔金森搞出来的 二十世纪这个六十年代 维尔金森不是在这个NPL 就是国家物理实验室 他组织了一个 他开发了一个叫做Winston Winston这个基准程序 它是用来测试浮点数的 也是误查浮点数的云算能力 这个规模不大呀 但是他这个 现在仍然在跑 就是科研界仍然在跑 他主要是利用一些缓传传储器 然后评估小型机器 或者是你这个语言 像Fulton什么什么 Python都有这个 去测试一下机器的一些硬件性能 他好像就是 主要是算数学的 他不会找我跑个3D 不会 他就算数学的一些程序机 语言编译期 或者是处理效率 很多我们比较什么 我们比较加万好 或者Python好 或者是Ruby有多慢 或者是PSP JavaScript 他们跑分跑什么 就跑这个 所以我这个编译器就是比你们好 加万你看我编译器比你好 比如说我有这个 更新了一个虚拟机是吧 我跑一下 跑什么程序 你不能跑跑安兔兔吗 是吧 你要跑这个 Weston这个程序 通常结果就是 每秒每秒执行1000条指令 或者是每秒执行10万条指令 能执行多少 然后有一个公式哈 他就要算出来 1976年的时候 他也被称为一个官方 专门定义的一个公布的一个数据 用于测试各种版本的 有Fortune版本 Pasico 或者各种各样 他也被 就是你现在出一台工作站 你出一台超算 是不是 我去算算 就是这样 如果你是有科学靠得比较近的人 他也会可能知道这么个程序 就是Weston也好 还有另外一个软件包 叫做NAG 就是叫Numerical A应该是什么 Algorithm Group 应该是这样 他是提供一个什么 数值分析 还统计分析的软件包 他主要是用于科学 或者工程金融学 医学这一些 然后他提供可靠的数值运算和工具 这个各个平台都有 Python也 各种语言 各个平台都是有的 就是但是你需要科学家 你才知道 否则的话 给我们 我们也不用是吧 他是 这个人是从1946年 然后进入国家物理实验室 一直到1980年退休 然后服务了34年 是吧 他长期担任就是 学术长官 然后就是首席科学家 但是非常 就是荣誉非常高 就这么高 竟然在三一学院中 今天不给他个名字也有点 这一种荣誉就是 他在个人学术上的 非常厉害 然后他还就营造了一个非常浓厚和民主的学术氛围 因此呢 这个NPL 是非常有创新的研究机构 也是水平最高的研究机构之一 例如 最厉害的 大家都知道 万维网吧 我就说这个 Appalite 或者是什么 Appal网 或者什么 这个东西 大家都认为 这肯定是 美国搞出来的 是吧 实际上英国对此贡献 非常非常厉害 就是我们在 现在用的这个计算机网络 这个NPL 它是 跟美国合作的 就是NPL 它是叫数据网络计划 它第一次采用了什么 叫包交换技术 就是现在我们的包交换技术 包括现在 所有的internet 所有的 我们看到小姐姐 或者什么 都是包交换技术 这谁 这个报文分组 我们叫package 就是当年 这个人下属的一个 因为他 就是谁有能力 谁上吧 年轻的计算机主人 叫David Donald Davis 这个家伙呢 他可以说是 对这个网络 贡献最大的人之一了 比如说他想出来的 这个交换机呀 路由器呀 这个思路都是他想出来的 TCP IP 都是他提出来的 很可惜的是 他工程能力非常强 但是没有发给他图灵奖 为什么 就像我上一期 我不是说了吗 图灵奖 它其实是一个 更加偏向于给科学家的 你工程非常非常厉害 可能就是比较吃亏一点 也有就是说 做工程比较厉害 比如unix 能够做工程就比较厉害 是吧 然后他发明了 c语言或者 这给个图灵奖 也可以 但很多都是科学家 你说这个 他造出来这个TCP IP 要不要给他呢 就是工程非常厉害 他也可以造出 路由器什么东西出来 但是呢 确实没有给他这个图灵奖 以后等我讲完了 所有图灵奖获得着 我应该说一下 那些没有得图灵奖的 但是应该给一个图灵奖的人 比如说 TCP IP中 这个我认为这个戴维斯 Donald 戴维斯 应该 这个世界上 这个我们这个网络 有两个人来创造 一个是戴维斯 一个叫 保罗巴兰 我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这个人 保罗巴兰美国人 戴维斯是英国人 这两个合作 把这个拿了一笔钱 就是阿帕网 阿帕网 就是当年你要知道 并不是说我们 投入多少 要超过什么东西 没有 就是 美国政府拿出来了一笔钱 说你们研究点 研究点这个网络 看看能不能 研究点东西 看看能不能自处一个 什么东西出来 就这两个人拿到钱了嘛 就戴维斯 一个保罗巴兰 这两个人 他们就拿了这笔钱 就是也不知道将来 会不会产生互联网 只是后来才知道 哦 互联网这么好 但是最初的 就这两个人拿了一笔钱 然后去研究研究 就把互联网给 整得七七八八 差不多了 所以这两个人非常厉害 他们也没有想到 我们竟然这么厉害 是不是 这个以后再说吧 但他们两个都没有 没有获得图领奖 但是获得了其他一些奖 所以呢 这个要读个博士 当然科学家是对图领奖 或者是对诺比尔奖 都非常有好处 因为诺比尔奖 也很少给工程人员 就是你做工程很厉害 不如你做科学很厉害 但大家知道吧 这个应该知道是吧 就是你要有非常非常好的 科学成就 才容易得个图领奖 就图领还有一点 就是我说一下这个戴维斯 为什么他很厉害 就是图领 他不是写了一篇论文吗 叫做可计算数 大家都说图领非常厉害 可计算数是1936年的 开创性的论文 也算是说图领发明的计算机 就是靠这篇论文嘛 然后戴维斯 当年图领在这个NPL是老大嘛 然后戴维斯去什么 小弟刚去看看老板论文嘛 看了一下午发现 妈论文错了 然后他也跟老板说 妈你这个论文错了 这让图领非常非常恼火 所以1936年的论文是被修改过的 后来又修改过 为什么 就这个戴维斯碰脚看到了 发现他老板不许 论文又错误 所以呢图领对他实在是 因为图领性格不好嘛 图领对他实在是气不打一出来 是吧 而且这个戴维斯就做工程非常厉害 可能就是其他的不大型 就是他给这个图领不是 一直造不出这个ACE计算机出来吗 他就指责图领嘛 说你不行不行 你就是吧 让行的人来 然后他设计的电脑 说你图领设计的电脑搞不出来 图领就直接发飙了嘛 就直接撩条子不干 他说你行你上 然后呢 维尔金森如果我行我上 是吧 不单能 啥都能造出来 因此 咱们本文的主人公叫 戴维斯 还有这个维尔金森 就非常厉害 这两个人就把这个电脑 用了一年左右的时间 但也是寄予图领的 但是图领待在这里 很有可能 更久也造不出来是吧 戴维斯很厉害 可惜他没有获图领奖 在我讲完之后 并且我还记得这个人的话 我还记得我说过这句话的话 我可以讲一讲戴维斯 保罗巴兰的故事 他们两个都没有获图领奖 但是我觉得他们的贡献非常非常大 这个本文的主人公 维尔金森的话 当然贡献更大 但主要是数学上 他包括很多的书我也看不懂 比如说他发表的书叫 怠速处理者舍入误差 怠速特征值问题 自动计算机手册 线性怠速 就这样 这些著作呢 最主要的是 做舍入 就是如何 在计算机二进制 表示不了那么精确的情况下 我如何还能得到一个 相对准确的内容 就是提供了非常宝贵的方法 就这样 然后维尔金森当然 除了获图领奖之外 还有很多很多其他的荣誉 比如说美国院士 英国院士 什么剑桥的什么博士 这个就不说了 而且他很少得的是 大家知道冯诺一曼跟图领是齐名的 他也拿到了冯诺一曼奖 冯诺一曼奖也是对他很认可了 就是 大家知道有个冯诺一曼奖吧 这个就不讲 也很出名 但是没有图领这么出名 他就获得了各种各样奖 数学 他在主要是数学上 给他了很多很多的奖项 然后 美国的什么 阿拉公那个实验室 就是做武器研究的 还给他一个高级研究员 他在那里做武器研究 他在接受图领奖的时候发表了 就是说一个数值分析家的若干意见 就是some comment from numerical analysis 就是我看了一下这篇演讲 演讲能看得懂 他就描述了一下早期他开发电子计算机的开发阶段 就是1946年到1948年 就是他还有图领共识的情况 他在这篇演讲中还叽叽歪歪的讲了 他给图领多么好 就是说在他手下干活有多么hyper是吧 但是他也分析了 就是当时大家都有普遍的一些悲观情绪 所以这万一搞不定吗 数值都不准你这个怎么办 数值分析领域普遍存在一些非常悲观的情绪 就是说呢 他的工作就是弥补这两个 数学家说你要精确呀 计算机说我也不能精确呀 因此他的工作就是 弥合了数学家的要求非常精确 计算机做不了那么精确之间的一个裂痕 这非常厉害是吧 他给出了很多很多的方法说 你其实不用那么精确 差不多就行 但这个差不多你要有定量嘛 就是他确实做这件事情了 但文章也就指出嘛 他演讲指出就是 鉴于过去和现在的一些表现的话 大家不要悲观嘛 计算机在数学上 还是有非常非常大的潜力的 这种悲观情绪是不合理的 而且你越悲观的话 你越解释不了 而且数学离不开计算机 计算机呢也离不开数学 他就还举了一些矩阵运算 我这个就有点看不懂了 就矩阵运算和误差分析领域 一些成就 说如何 其实计算机也可以搞定 但现在我们回过头去看 确实都搞定了 是吧 但是在当年的时候 人们可能觉得 计算机你这样误差太大 可能算不出来 不如用算盘是吧 好嘞 这一期到这里 这也是个非常非常伟大的 再见 再见